这才是心理学,看穿伪心理学的本质,斯坦诺维奇 讲到心理学,您可能还是会想到催眠解梦,梦中记忆,潜意识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全都是伪心理学 而大家现在真正熟悉的心理学家还是只有那一个,就是弗洛伊德 但是弗洛伊德跟他所代表的精神解析学派已经被证明是不科学的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理论不可被证伪,不是证实,是证伪 但是可证伪性又是科学的标杆 什么是可证伪性呢?就是我说的话,我的理论可以通过实验或者观测的方式被证明它是错的 比方我说,明天凌晨4点钟,地球会爆炸 如果到时间地球没有爆炸,那我就错了,但我依然是科学的 再举个例子,牛顿的时空观在爱因斯坦出现之后已经被证明是有局限的了 或者说牛顿错了,但牛顿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吗? 科学从来都不排斥错误,但是排斥一家乱真 但是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恰恰就喜欢一家乱真 恰恰就是不可被证伪的 比方说,在世界上有很多家庭他们当中最大的小孩最勤劳、最勇敢 他的解释是期待上悬 父母把很多的期待都放在了这个小孩身上 希望他能够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小孩接受到讯息之后,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于是他果然最勤劳、最勇敢 但与此同时,又有一部分家庭他们最大的小孩不是这样的 那怎么来解释呢?他说这个叫期待上悬中断 就是父母给的压力太大了,小孩受不了,崩了 崩了之后,他就没有成为最勤劳、最勇敢的那一个 所以不管小孩的情况怎么样 他的期待上悬理论都是适用的 与时像类似的还有算命跟占星术 如果说这对恋人最后在一起了 他说你每天向天祈祷,所以有用了 如果说没有在一起 你看星座书上都写了嘛 你祈祷的还不够 所以这段恋情只能告吹了 你看这就是他的谬误之处不可被证伪 科学除了需要可以被证伪之外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 他需要用可操作性的方式 去研究一些可被证实的东西 什么叫可被证实的东西 比方说这本书它有多重 这本书有几页 这都是可被证实的 因为一撑就出来了嘛 但是另外有一些所谓的心情 爱情 潜意识它都不可被证实 比方说什么是完美的爱情 比方说什么是真正的开心 比方说我潜意识怎样才能推进我进步 这很难讲啊 所以它是不可被证实的 一旦你发现有什么书在写 真正的开心真正的爱情 完美的爱情 它就是伪科学 它就是伪心理学 再来看前一个定义 叫做可操作性 什么叫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最好的例子就是 顽形填空阅读理解 让你去填空 去测验你对于单词的掌握熟练程度 你看这是你的阅读能力 而理解能力呢 理解作者的主题大意 你看阅读理解都在这了 但是有一些市面上所谓的心理学 就是测你的智商怎么样 给你一个数值82分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抽象思维 具象思维 理解能力 记忆能力 到底怎么样 它只是一个模糊的东西 而你真的要去想 这个82分到底是真是假 到底怎样才能去提升 自己的智商的时候 你会发现无从下手 因为它没有细分 这就是不可被操作的 设备上好多东西 都是这样含混的模糊的 OK 这就是科学当中需要用可操作性的方式 去研究一些可被证实的东西 现在我们回过头 去想象一下生活当中碰到的心理学的案例 会发现 哪些心理学是真 哪些心理学是假 一清而出 但为什么那个时候 我们会像飞蛾扑火一样 义无反顾的去相信呢 有两点 一个就是真正的心理学 跟大家的常识是相冲突的 比方说大家的常识是 做选择题的时候 如果你犹豫不决 越改越错 但心理学告诉你的结论是越改越对 其实大家的常识经常会出问题 到底你要团结还是独立呢 有人说三个臭皮酱顶一个诸葛亮 还有人说三个和尚没水喝 到底你碰到一个时机是要果断 还是要思考再三的 有人说该出手时就出手 有人说三思而后行 你看常识经常会出问题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更加愿意去相信自己的常识 因为你觉得心理学研究的是 大家不是研究我个体 我个体是独特的 我对自己更加的了解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你更加愿意相信常识 而不愿意相信真正的心理学 还有一个就要提到另一个关键词了 叫做鲜活性 什么叫做鲜活性呢 比方今天你要买一款车 你在网上看了很多的测评 看了很多详细的数据 你心中有一个答案了 但最终你却买了B款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朋友圈当中看到 另一个朋友对他大家赞赏 你一个朋友 一个完全没有经过推敲的理论 对你的影响非常大 这个就是鲜活性 还有一个鲜活性的影响就是 比方说在美国911以后 坐飞机的人大量的减少 开车自驾游的人大量增多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想到 飞机的失事率 要比车祸的失事率小的多的多 更加典型的例子是 你经常开车 带你的朋友去机场 你的朋友要经过700公里的长途旅行 这个时候你对他说一句 一路顺风 一切安全为上 但是你没有想到 当你从机场开回家 在这个途中遇到的车祸 其实要比你的朋友遇到空难 这个概率大得多得多 大家心中空难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是非常鲜活的 大家往往会对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反而对身边那些概率更大的事情 视而不见 这就是鲜活性对大家的影响 所以这些伪心理学就借助了鲜活性 去欺骗大家 比方说有些广告吃麻麻香 比方说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 这样鬼畜的不断的去循环 给你洗脑 你看够鲜活了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不知不觉上了 伪心理学的大 这就是这本书要讲到的 真正用科学的方式去看心理学 心理学才能够为我所用 那刚刚讲到的全都是伪心理学 有没有正向的心理学呢 有 举个例子 比方说斯基纳的盒子 什么是斯基纳的盒子呢 斯基纳把一只饿了24个小时的小白鼠扔到一个箱子里面 箱子里面有一个杠杆 杠杆被碰一下 粮食就会出来 老鼠就可以吃到 它再碰一下又能够出来 所以老鼠很快就学会了 碰杠杆就能够吃到粮食 你看这是条件反射 斯基纳再把这个箱子进行改造 杠杆要被连续碰三下才能够掉出粮食 小白鼠很快就学会了 进一步增强难度 可能小白鼠需要去触发多个电路板才能够掉出粮食 最后他也学会了 这个叫什么呢 叫正向奖励机制 不断地去提升难度 你不断地能够去适应这个难度 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被用在了打卡当中了 就是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用打卡作为一个机理 你的朋友看到打卡了给你点赞 点赞数越多 你心里就越高兴 你就能够学越来越多的东西 所以好多人确实通过打卡的方式 让自己盾上一层楼 所以这个也就告诉你 打卡千万不要打给自己 要打给大家 这样你才会享受其中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对我自己来说 什么是斯基纳的盒子呢 就是我在B站当中上传了视频之后 我不断会看我的粉丝是几个 他给我什么留言 大家对我是不是奖励 OK 我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在意 我不断地去刷 不断地去刷 看到粉丝数不断地往上涨 我心里就很开心 那我想 我要怎样获得更多的粉丝呢 只能够去制作更加精品的视频 所以这第三期 这才是心理学 就在大家眼前了 这就是斯基纳的盒子对我的影响 好